一百多名高中生骑刷刷涌上高尔夫球场 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一颗球 嘴里喊着奇怪的口号 随后被将手中的球朝着远处的沙坑砸去 就在众人懵圈之际 这些年轻人又突然一晃而散 跑得比谁都快 人群散去之后 人们好奇地望向沙坑 只见那里趴着一具年轻人的尸体 这是一场年轻人的快闪运动 客人们形容那场面就像是活死人黎明 一百多号人就跟丧尸一般黑压压袭来 一起朝着沙坑中的尸体投掷高尔夫 四肢很帅气 看上去也就十六七岁 身旁有一瓶昂贵的洋酒 死亡时间大概八九个小时 除了鼻子有些血迹之外 并没有其他外伤 那么这场快闪运动 究竟是想让人发现凶案现场 还是为了破坏现场而来 国外假期多事情少 于是就诞生了很多无聊的人 隔三差五就组织一场快闪运动 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还喊口号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后一哄而散 目前还不知晓死者的身份 不过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非常高 难道他是死于醉酒造成的呼吸衰竭 此外死者似乎是个运动员 他的膝盖做过手术 被植入了金属钛 每块植入物上都有特定的编号 通过查询 得知死者叫做丹尼 是个十八岁的富二代 在迈阿密一家贵族高中读预科 现场的一百多个球中 有几个是刻了名字的 于是警方追查到了一个叫做切德的高中生 切德是死者丹尼的同学 也是这场快闪活动的参与人之一 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活动的人 都不知道沙坑里有尸体 是活动的发起人通过匿名号码 给他们每个人都发送了信息 切德觉得很有意思 便参加了活动 他和死者丹尼不熟 不过丹尼和一个叫做贾斯汀的同学 刚刚打过架 校长对学生之间的矛盾早已心智肚明 却为了保住学校的名誉 对一切都视而不见 原来这所高中与收费贵和好成绩闻名 所有学生的父母都是有威望的大人物 竟然校长都不敢得罪这些孩子 何树可不惯着他们 他要求所有学生交出手机 直到查出活动的发起人为止 好在整个过程有几分钟而已 学生们大多很配合 经查 这些信息的IP都指向了贾斯汀 正是上周与死者刚刚打过架的同学 贾斯汀是活动的发起人 却没有参与这场活动 原来马上就要考试了 这会儿正和校长的女儿时弟分离 在家里补课 两个人都是有等身 他们忽悠学渣出去玩 自己却在家里当个岁月静好的学霸 对于上周与死者的矛盾 贾斯汀表示无可奉告 地板上有细沙子 搞不好就是案发现场带来的 贾斯汀的父亲是个压迫感极强的大律师 卡吉和艾瑞克只能慌忙收拾东西跑路 不然分分钟给你扣上骚扰的帽子 独立检测结果显示 死者的体内有高浓度的枪基丁酸 也被称为迷奸药 少量的枪基丁酸会使人昏迷和失忆 但死者喝下的洋酒中 却被穿了5盎司 差不多150克 这么多的伎俩 这洋酒都是糊糊了吧 这都喝得下 死者是猪头三无疑了 这么说来 丹尼是被迷奸药毒死的 死者是个花花公子 他的内裤上甚至有口红印 这不是一般的口红 而是加了生姜 肉桂和露体草的风唇口红 能把嘴巴腊肿 秒遍安吉娜朱里的嘴巴嘟嘟 整个高中 只有女化学老师使用这种口红 原来死者每天放课后 还来老师这里进行私人辅导 他的化学及不及格我不清楚 生理卫生一定满风 老师承认 昨晚7点 确实和死者进行了一番深入探讨 8点的样子他就走了 丹尼已经成年 老师的行为没道德 但不犯法 他是化学老师 自然能够接触到枪基丁酸 但实验室里的用量不足以毒死人 安保说 枪基丁酸属于管制物品 只有校长才知道除了实验室 还有谁定格过这东西 与此同时 艾瑞克在死者的邮箱中 发现了一封威胁邮解 有人在案发当天催促死者赶快现身 不然就杀了他 邮件的发送人 正是警方审问过的切德 原来马上就要考试了 死者每次都会通过 与化学老师亲热偷来试卷 再以50美金一张的价格 卖给同学 死者收了钱 切德却没有收到试卷 这才恼羞成怒 给他发了威胁邮件 案发时 切德正在宿舍打牌 并没有作案时间 没想到 曼阿密数一数二的私立高中 不是师生乱搞 就是考试作弊 就在此时 卡姐收到消息 活动发起人 贾斯汀家中的沙子 与案发现场吻合 可卡姐仔细检查了 贾斯汀的衣服 却没有找到一粒沙子 这意味着贾斯汀 没有去过凶案现场 卡姐和贾斯汀的父亲 都是律师 两个人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 多少有些共鸣 贾斯汀的父亲 从来不管善恶 他只为有钱人代言 反倒是贾斯汀的内心 充满正义感 原来那天校长 突然拜访了贾斯汀的父亲 校长说有学生死在了高尔夫的球场 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贾斯汀听到二人的谈话 非常的难受 他无法接受一个年轻人 死得不明不白 于是贾斯汀通过社交软件 组织了这场快闪活动 希望能够借此 让贾斯汀的尸体被发现 原来贾斯汀看似柔弱 却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 卡姐终于收到了 学习安保的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两个星期前 校长没收了两管子的枪击钉酸 凭借这份报告 警方申请到了搜查令 校长只能交出了 没收来的枪击钉酸 和家中所有的一副鞋子 经比对 他手中的枪击钉酸 与毒死丹尼的成分相同 可他一个校长 为什么要毒死自己的学生呢 原来凶手不是他 而是他的女儿 优等生史蒂芬妮 卡姐在史蒂芬妮的内衣中 长大滥发现场的沙子 也只有史蒂芬妮 才能从父亲的办公室里 偷走枪击钉酸 校长还想包庇女儿 不想史蒂芬妮自己 大大方方跑出来自首 父亲在职场上游刃有余 满嘴谎话 女儿的三观却非常正 他厌恶欺骗 从小就知道有错就要认 挨打要立正 身为高等私立学府 外任只知道这里的学生 非富即贵 成绩优异 却不知所有的考试分数 都是作弊得来的 尖卡老师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任由学生们光明正大的作弊 这对努力学习的优等生 非常的不公平 于是当时蒂芬妮得知死者 从化学老师拿偷来试卷 他便主动约丹妮去球场约会 给他喝下了 穿着腔筋钉酸的养酒 本意是想让丹妮呼呼大睡 再也不能把试卷卖给其他人 没想到计量吓得太猛 把丹妮给堵死了 校长父亲十分内疚 女儿早就跟他反映过 考场作弊的风气 可他一味只在乎排名 对那些为非作打的富二代 视而不见 是他害了女儿 也害了那些想好好学习的优等生 史蒂芬妮只是想要一次 公平的考试机会而已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死者的高中 卡姐发现有个叫做艾米的学生 无辜旷课了 于是他们来到了艾米的家中 这姑娘的精神状态亢奋极了 一看就是刚刚喝了药 桌上有半包兴奋剂 上面还溅着一丝喷溅血迹 实验室检测了血迹 这些血迹不属于艾米 而是来自一个叫做 麦当娜的失踪女神 那么这个麦当娜还活着嘛 她的血又是怎么辗转落到毒品上的 麦当娜是一名医学生 与艾米的贵族高中 麦当娜见都没见过 艾米是从一个混混的手中购买的毒品 那个混混没有名字 住在汽车旅馆 每次都是收了钱 随便给她塞一包毒品 交易就算完成了 于是何叔带着耶利娜来到了艾米的交易地点 昏暗的房间里杂乱不堪 一旁散落着好几包毒品 何叔推开卧室 只见一个辣美义男子躲在角落 一脸的懵逼 男子大叫着 他是来找妹妹麦当娜的 原来他是失踪女性的哥哥麦考林 麦当娜是个毒虫 谈话节 何叔注意到哥哥的衣服破了一个洞 他不动神色 只开了哥哥 屋子里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 散落的毒品袋子上还有更多血迹 何叔翻过了沙发垫子 烟红的血迹甚至渗到了沙发底下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麦当娜早就死了 凶手在沙发上杀了他 还简单粗暴地将尸体扔进了窗外的垃圾桶 一个医学生 满脸都是被拳头击打的伤口 死得真不体面 麦当娜的戒指上卡着碎布 花色与哥哥的衬衫纤维一模一样 哥哥出现在烂发现场 手背还满是伤口 此时此刻 任何的解释都是苍白的 哥哥只能承认 妹妹是从当天来找过自己 她花光所有钱买毒品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哥哥气得将她藏匿的毒品都抢了过来 扔进马桶 冲进了下水道 当时妹妹非常害怕 愤愤地说道 那也是哥哥最后一次见到麦当娜 她竟然看着身为医学生的妹妹 从一个天之骄子 沦为人人唾弃的毒虫 她不想让妹妹继续沉沦下去 可谓用心良苦 麦当娜死了 可她的信用卡却在几分钟前 在加油站被刷了500块 这死人仔还会继续消费呢 于是耶利娜赶到了加油站 池卡仍是一个十分猥琐的乙君子 于是看耶利娜长相漂亮 又操着一口琉璃的西域 男子迫不及待掏出死者的信用卡 向为耶利娜买单 正所谓礼尚往来 耶利娜也随即掏出了锦灰 吓得她当场尿了裤子 尹君子被何树拦下 她的手被没有握拳击打造成的擦伤 唯有掌心有一道力气伤 常年嗑药导致免疫力下降 她的伤口很难愈合 轻轻一碰就会血流不止 尹君子说 她是从一个叫做唐尼的修车工那 弄来了死者的信用卡 于是何树找到了这个修车工 修车工一脸淡定 一看就是个人物 麦当娜是被活活打死的 唐尼的手上遍布打架后的伤口 可她却说没有见过麦当娜 随后淡定地提供了自己的DNA 熟练得要命 案发现场的沙发垫子上 全是死者的血迹 唯有边缘的血迹来自凶手 她在欧打麦当娜的过程中 也伤到了自己 经过比对 这些血迹既不主于唐尼 也不主于死者的哥哥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 何树再次来到验尸房 这一次 法医在死者的伤口中 发现了一小块皮革 原来凶手当时戴着皮手套 金比对 现场的血迹来自加油站的影君子 因为戴了手套 所以欧打麦当娜的时候 没有留下擦伤 不过因为用力过猛 崩裂了手心的旧伤口 同样让她血流不止 她又在事后用沙发垫 擦干净了手上的血迹 原来她是个毒贩子 她将毒品分发给很多毒虫 让他们帮自己贩卖 没想到女死者的毒品 全部被哥哥扔马桶里给冲走了 男人非常生气 便把麦当娜在沙发上 活活打死了 鲜血溅在了一旁分装的毒品上 又被另外一个影君子 拿去卖给了艾米 也就阴差阳错 让警方注意到了这起案子 凶手喜提25年的监禁 何叔没有向麦当娜的哥哥 说出真相 但是哥哥还是从何叔的眼神中 猜到了什么 他悲痛地倒在地上 哭得撕心裂肺 哥哥亲手害死了至亲 可他只是想拯救妹妹脱离毒海 又何错之友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为大家盘点一下 剧里的熟面孔 第一个故事中切得的扮演者 是美国演员芬·维特洛克 最知名的角色便是美国恐怖故事 第四季中变态帅气的大风批 丹地少爷 这会果然在哪里 都逃不过富二代的命运 嚣张女儿的扮演者 是著名女星凯特·马拉 2005年 她出演了里安指导的段贝山 在片中饰演男主 恩尼斯的女儿小阿尔玛 2007年 她又与马克·沃尔伯格合作 在电影《生死狙击》中 担任女主沙拉 随后她又在大火的纸牌屋中 饰演记者左依 她的亲妹妹便是 龙文生的女号中的女主 鲁尼玛拉 也是84届奥斯卡最佳女主 姐妹俩都是大明星 一家子的人生一家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